项面保证一定程度于启动,而后放置下行球 二,选举网架中心位置 一轴交六轴中,为拼装起始位置,开始网架拼装 采用点按方式,进行固定 网架拼装先锁中部,沿发一方向拼装 然后向两侧延伸拼装 先下鞋后,覆盖其中弦再上弦 由中心向四周,进行拼装 两层网架,同步进行 全部拼装完成后,进行多次盘按 确保够件,连接支援 提升准备 一,提升下调柄之间,对凌处理之下留单位置 设置调柄球,扑装一条 在地面安装完成后,同步提升 然后安装安全防御网,几击大部配置,临时调柄 二,网架式提升 在所有事位,调试检查完成后 为了观察和讨论,整个提升施工系统的工作状态 在正式提升之前,应进行驶提升可视方向 是提升高度为30公分,提升完成后 空中停滞,12至24小时 选序期间,组织人员对结构进行观察 确认离界正常后,进行驶下方 正式提升,确认所有设备运行正常后 进行正式提升 按照邮方显号,每次提升高度为80公分 以此提升中心,约为20分钟 提升网架下限界面 提升三亿高度后,停止提升 将提升设备机械锁死 网架和地面,用G180元管临时支撑 继续安装第二阶段网架 同时穿插安装台,施工段的马道路 4,0条公分 几点管线及登局,安装完成后 随同网架一起提升到位 直至提升至设计高度 提升过程中,随时进入个点压力和高度 并实时兼顾各有阶段 即空中位置自行 再提升上下矛盾设置先锁定 确保空差在控制25毫米犯规 同时应做好安全防控措施 保障提升莫测安全 有需进行 网架设置随后,安装高空上 先键定,非提升点位置掌揭 再键定,提升点位置掌揭 先键定,非网架进行 武器及判伤作用 确保网架治疗 无可高潮 还用安装逐行卸载 按比例进行20% 40% 60% 70% 80% 90% 95%